- 放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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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乐融 今天要访问一个心理乐团 叫做放射空间 大家好 我们是 - 放射空间 - 我是主唱Ray - 我是故手小欣 - 我是吉他手Ivan - 我是配手自身 四位好 好 悦柔哥好 是個新團體嗎 是 成立多久 大概兩年多 兩年多 怎麼組成的 然後一開始 怎麼組成的話 這裡有一個小故事 對 一開始是 我跟主唱是因為有一個團 他在徵選 主唱跟鼓手 你們去應徵 對 我去應徵 然後我們在那邊認識 可是 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他對我來說是一個 不會記住 男生名字的一個夥伴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們 試玩之後 隔天在學校見面 我跟他同校 同校是治理 念治理以前 是認得還不認得的 其實是 因為已經練過一兩次團了 然後有一次在一些早餐店 遇到他 我就說 欸 嗨 他就 嗨 嗯 吃早餐啊 我說 對啊 不完美 然後 就他已經不記得你就對了 他不記得名字 對 然後在進學校過程中 還沒到校門口 他就急著說 哦 我要上課 你要走那邊對不對 我走這邊囉 然後就急著要走 嗯哼 對 然後 然後 就這樣過程 然後後來就跟他玩了大概四年多五年了 然後 那個團就散了 然後 因為樂團其實 還蠻久的啦 對 四年其實算蠻久的 那其實 然後後來他就去了 Ivan 組所組的團 然後當鼓手 他是一個比較妙 因為他也是一個鼓老師 對 我一開始是打鼓的 你也會 哦 對 所以我跟他認識最久 我跟他認識大概有七八年了 但是後來你又加入另外一個團 對 那時候我本來是玩好玩的 可是後來發現 Ivan就是我們吉他手 他彈的東西很棒 後來我就是決定 另組一個 我就把我以前的好夥伴 抓進來打鼓 去跳槽就對了 然後我就跑去唱歌這樣子 對 有點這樣的感覺 然後他就是呢 最後才加入 最後最後 這是另外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們被子手一起 哈哈哈哈 來來來 請自己講 請自己講 就是 之前 我在學校有組另外一個團 然後 就是那時候 你可以就是當老闆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後來 我那個原本那個團的鼓手 剛好是小新的學生 美國的學生 對 就大家串起來 對 他們後來開始表演的時候 我就 我那個朋友他就找我去看 然後去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這團不錯 嗯哼 然後 可是 他們那時候 背手一直都是找代打的 是 然後後來就是 等我快退伍的時候 Ivan就 忽然 傳訊息問我說 欸 最近 你在幹嘛 對 有沒有興趣來玩一下 後來就來試 然後 就發現 欸 還不錯 這樣 就可以定下來 我只問他三個問題 你幾歲 家長 給不給你玩 有沒有經濟困擾 當兵了沒 哦 三個 好 來 所以 剛當完兵 然後家長也不管你 然後重點你也不缺錢 因為這個團沒有要錢要給你 對 沒錯 事實上四個都是 樂手老師 事實上台灣的樂團幾乎都是這樣為生的 是 我覺得應該因為時間要彈性 所以說 所以說當 就是會找這個工作是因為時間比較彈性 比較好調 你第一次不是說你們只能做這個工作 哈哈 也是啦 也是啦 假難聽一點是這樣 可是也還必須要有學生啊 要有教室願意聘你們對不對 是 那台灣目前這些學習風氣算是剩的 是 算是 高中生 因為高中生一直不斷在 社團的這樣會越來越 那會不會 譬如說大家都只想學吉他 不想學bass 對 會不會很少 會有一波一波的 一波一波的 就是假如說最近台灣 哪一個團的鼓 鼓很很夯 有過嗎 就那一波就 就是 應該是說 會有一陣子 一個蜂巢 你舉一個例子好了 誰曾經引領過你們招生蜂巢的 像 前一陣子 像1976那個大馬老師因為他吉他彈得不錯 所以那一陣子就大家都封學吉他 ok 可是當然都是找他啦 並沒有併應到其他的音樂教室對不對 就是多我們都剪剩的啦 我們都剪 可是現在女生其實學業趣也越來越多 也蠻多的 是 蠻有意思 可是今天我們要訪問的是你們的首張音樂專輯 是的 其實2013先出過一張 單曲 單曲 是的 三首一張的單曲 叫做 終點起點 那這張專輯 我們現在這張專輯 簡單生活裡面也有收入 我們單曲裡面的歌曲 三首 雖然叫簡單生活 但是我看著整個包裝真的相當的 簡單 它有兩個版本 這個是我們自己手工折這個 概念版 概念版 那一般在市面上買到的會是 硬板的 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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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比較 三千 都有各種特色 因為這個版呢 你可以把它弄成一個小夜燈 它是透的 它是透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美 它會有一個 可以弄成 把小夜燈放在裡面 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小夜燈 小做事 真的會有人這樣做嗎 我們有在 Facebook上這樣講 我是不知道我們這樣做 小打這樣 簡單生活要談些什麼 好 是 我們這樣專輯其實 最主要是由一個自我反省的一個角度出發 那在面對環境跟社會的一些分文擾擾跟不安呢 那我們是希望有一種 希望回歸到一個平時跟簡單生活的一種精神 那我們在這個專輯的一開始 第一首歌叫做世界之最 對 是在講有關環境的東西 其實也是希望告訴大家說 我們其實有些話想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 你是團長嗎 沒有什麼團 我們大家沒有團長 沒有所謂的團長 主唱剛才講起來 突然時有一種宣導短片的感覺 是是是 對 因為我覺得樂團之所以 是成為一個樂團 是因為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 要有它的理念 對 是是是 可是那個指的是比較 可能是文字的理念 是是是 那在音樂上呢 音樂上 暴色空間 是一種什麼樣的 我們的樂風是比較偏美式的搖滾 那因為我們自己都很喜歡這樣的樂風 我們大家也聽 聽這樣的音樂比較多 所以我們四個人才會這麼合 對 那理念上也都還蠻合的 其實在過去的 五年八年之久 其實音謠是在台灣蠻受歡迎的 對啊 所以比較少人在聽到美謠 是是 就特地follow美謠這件事情 是是是 你們誰要解釋一下 你說特地follow美謠 這個我們請吉他手講 或者說 你們聽的是這十年的東西呢 還是有的人你知道 喜歡聽的是更 早的 7080的 沒有 我從小 我爸喜歡聽美國團 所以就一直聽一聽 就覺得 因為我覺得美國團 有一種特別是 它的節奏上比較有衝力的那種 對 它的punch比較 對 我就覺得那樣很爽快的感覺 但是音謠 因為音謠 旋律性很棒 所以其實 我們有時候在寫歌想歌 我們也會 我們其實都會聽 因為音謠其實有點都會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很多女生也蠻喜歡 對 瑞怎麼說 然後我想說 瑞龍哥你在看音樂還是什麼 我張嘴你幫我配音樂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聽的東西會 都會聽 只是說 在樂器的跟樂器的表達上面 會比較用美式搖滾的方式 可是在聽 我在寫旋律的時候 也是會 有參考 或者是會受很多音謠的 一些印象 說實在聽美式搖滾的 也很多人 知道後來就愛上了 Metal的東西 可是在聽 是 小新會這樣嗎 還是不會 節奏上會 會有掙扎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 其實我覺得美式搖滾跟Metal這樣的東西 節奏是類似的 所以覺得還是以 吉他的旋律為主 OK 所以你沒有意見就對了 就會鼓手 因為一樣是這麼有爆發力的東西 對 會去參考 我覺得這個是小新很難得的地方 因為鼓手的部分 很多人會自己打自己的 他不會去跟別人對話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我在編音樂的時候 不是考慮旋律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考慮 音樂的氣氛 氛圍 去下東西 而不是先考慮我要打什麼節奏 是 所以我們東西就是 Ivan的吉他會先有一個架構 一個guide 出來 然後我會依照他的旋律 然後跟我們的自身去溝通 說我們的節奏是要怎麼配 對怎麼配 有些音樂 有些聽起來你會覺得他的 節奏感不是很夠 那是因為他鼓的東西太多去對著這個旋律了 他會反而會失去掉他一個對話的感覺 就會變太硬 就像會變成Metal 了解了 了解了 對所以有時候我的 我們現在講會不會被Metal團導演 不會 只是區別 我們只是說區別 對 我們沒有說高下 對 對 所以我就負責把那個東西做得流暢 順一點 對 比較沒有那麼的硬 可是這樣聽起來這鼓手是一個很 願意扮演一個 supporting role 的角色 我在這個團是做這個角色 其實這個不容易 因為願意這樣 因為樂手會有 他觀念要很好才有辦法這樣做 我覺得 他們全部都鋪排完了 最後的Vocal 你會再去試著進入他們 還是其實你從頭到尾都一直有一個 只有你的一種唱法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這個寫 我們寫歌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我自己先寫完了 然後另外一種其實是 我們吉他的東西會先出來 這兩種方式我覺得對我來講 會有不同的難度 因為他先寫出來的時候 我變成我要去順應他的節奏 我可能不要去唱到某些點 不然會打架這樣 是 是 那我們現在聽第一首歌是誰寫的呢 簡單生活 是 我一開始是他的吉他先出來 然後後來我再曲一根詞 這樣子 好 我們來先看 是 說 每個月 二 Gram 無所謂 有時候 放空 也許重 享受 有多久 沒有 這樣 有時候 放鬆 也不算 醉過 Oh run away 煩惱都 靠開 簡單生活 Oh 簡單生活 那專輯裡面其實 我覺得作為第一張 通常那個辨識度要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們當中應該創作作品不只這些數量 是,還有其他的 只是我們特地挑了一張 比較有一個起承轉合的順序來鋪成這張專輯 我來考 智深 請問起承轉合是哪裡 怎麼起承轉合的 看你對這整張有沒有理解 還是主唱胡亂說 真的絕對沒有 他最近還在學中文 就是前面一開始要有一個開頭 就是前面一開始要有一個開頭 要表示說 我們要開始了 的意思 你解釋起 解釋得非常的好 這好像小學程度 沒錯 你要用音樂來說 很多啊 就在這張裡面我們再聽下來 氣 世界之罪 像世界之罪就是我們會先說 我們這個世界 就是我們要 怎麼了 對,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大家 就是 出這麼多問 都一說 差不多是這樣 好,那成就讓我們叫Ivan來講 我放過他了 成應該是在 你會聽到哪一首是成 其實 我好想幫他們結婚 其實裡面有講到很多 有一些很多不同的議題 都是比較嚴肅的 Ivan臉紅了 對,他很少這樣子 太緊張了 而且他真的是 他其實從小是在 我中文好 他中文真的沒有英文好 你是英文出生的 橋生嗎 那你會講 你說印尼話嗎 會 真的嗎 要不要跟大家問一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說不定有海外的朋友 有海外在收看 Apacabar 是什麼 就是你好的 Apacabar G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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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會講全部的印尼話 算啦 只是 來台灣 比較少講到 所以會有些 往事 OK 然後就是 其實裡面講到一些很多的 比較嚴肅的議題 可是我們的態度 基本上都還是很正面 跟積極的 然後最後 我們的最後首歌是 終點起點 也是專輯的 單曲的名稱 那這首歌也 有一種感覺是 你整個自省完之後 再重新觸發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要聽第二首 推薦大家 相信回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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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個是外來之外 其他三個是本地的嗎 對 台灣人 都是本地的 是 我是 在台北長大的 我在桃園 台北人 台北人 放射空間的傳媒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你可以簡稱它叫做 放空 放空 對 因為簡單生活 其實裡面有一句就是這樣子 他說 因為其實現在生活 大家都是 怎麼講 就是上班下班 有時候你昏昏額額 其實有時候你忙到 不知道自己在忙什麼 其實有時候放個空 放鬆一下 你會發現 有很多令人開心的事情 在你身邊 放空其實是我開玩笑的 可是真的 裡面真的有這句話 但是放射空間到底是怎樣 要不要為大家解釋 為什麼要用來做 你們的音樂的標誌呢 你們要放射什麼呢 最應該是我們請 Ivan來講 主要是因為我們 因為我在寫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那個歌要很有 power 然後會感染到別人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本來想說那曲 然後我覺得我的音樂 對像X-Ray那樣 我想說音樂 又很有空間感 但是光空間樂團又 我不想取兩個字的名 因為我不想要人家說 什麼什麼樂團 所以我想說 那要再取四個字的名字 我想說 那給人家感染力 我想要放射性 放射空間 所以我們不能叫你們 放射空間樂團 因為你不是博文 我們能叫你們放射空間 可是如果四個字 就不會再加樂團 真的嗎 像我們講五月天 我們很少會說五月天樂團 五月天 五月天 但是兩個字的都會被加樂團 對都會灌樂團 我懂喔 為什麼不需要當樂團 你們要當舞團嗎 是怎樣 因為只是覺得說 我們已經是樂團了 你不用再特別解釋 我們是樂團 對 因為那個感覺就比 這位印尼人很怪異 有點難搞 他的自己的邏輯 他的解釋 他的解釋是說 比如說像Livana的話 一般不會講說 Livana band 的意思 就是你不會再說講 對啊 YouTube人 要不可以說YouTube band 對 可是有一個UK band UK band 有嗎 UK band是什麼 你有聽到嗎 那個開車的那個 有一個那個 就會一直爆那個 哪裡有那個 喔 違規拍照的 喔 X band 什麼UK band 就會 會有一個女生在那邊 播報這件事情 不一樣吧 所以接下去出了第一張 是 對自己有什麼期望嗎 當然是希望 越來越多人聽到我們的音樂 對 這是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對 那他用什麼方法嗎 就是 我們有一個 一年時程的計畫 就是希望我們這一年 能夠跑十個城市 哇 那因為我現在做 我覺得現在因為 玩音樂的人很多 樂團的人也很多 所以說 覺得感覺應該是 不只用音樂 去跟大家溝通 我們還有設定的一個就是叫做 我們自己定位 自己叫行腳樂團 就是說 我們希望到每一個地方去的時候 都可以做一點點的行動藝術 比如說 種一些小東西 然後看路人的反應這樣子 然後做成影像 那之後 也可以讓大家去看看路人的反應 然後可以分享給大家 有的可能說不定是快閃類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 那這是要誰來發想 這個就是 我們到當地表演的時候 再決定 抽出空檔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錄下來做紀錄 對有點像紀錄 所以已經做過了任何一場嗎 在我們在大陸的時候 有做過一小部分 舉一場 來聽聽看 就是在東 東莞的時候 我們有去一個像是一個路 有一個破掉的地方 我們就種一個小東西 破掉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路 而且會有些 裂開 裂縫門那種地方 我們中間小小的 就是柏油路上 對對對 就是不管柏油路還是人行道 我們就把它弄得像一個 像會活嗎 迷你公園 會啊 那種其實生命力還蠻強的 其實到處都買得到 那你們應該再追蹤一下 一年以後再去看看 對 所以 可是要有那個經費 對啊 反正如果再次 請講到那個地方 就是 就是希望這樣子 當成一個種子 這樣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一個 新的樂團 也很有觀念態度的 法皇室 中間 謝謝樂榮哥 謝謝 謝謝 我如果可以 我如果 再繼續 請 電話 又亂吹 好累 話 說的 再美 卻 我 是 換句 是 假的 遊戲 看不 清 黃河十足 不明白 誰的戰場 告訴我 你說 未來會有多完美 到最後 半途中 沒有 千萬 用 去 其他 都沒有 我 犯錯 空的 衣 沒去 說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